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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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日都要朝拜你 歌颂你 全球都要歌颂你的圣灵 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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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愿天父的慈爱 基督的圣从 圣世的恩赐与你们同在 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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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早安 神父早安 昨天我们听到 达威已经被富有了 成为王 但是 草尔还在位 所以达威他就去服侍 草尔 那刚好是草尔 在面对有一些 外邦人 这些其他的民族 尤其在这里是我们 等一下我们要听的是 菲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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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特人 所以 他就派遣 打卫 草尔派遣打卫 去打战 那这个故事 我想我们是非常的熟悉的 打卫他是用这个 弹弓 用石头 以后呢 就这样的 他就打败了 这个菲利 斯特人 这个巨人 在这里 就是我们可以看到 虽然他是用这样的一个 非常简单的一个武器 但是他可以打败 这样的强有力的 敌人 这个 这个的 的做法 已经证明了 天主 与大卫 同在 天主 陪伴着 这位 被选的大卫 现在我们大家 忍醉 准备我们的心 参加今天早上的 圣道礼仪 我向全能的天主 和各位教友 承认我 思念行为上的过失 我罪 我罪 我的宗罪 为此 同身 同贞 圣路马利亚 天使圣人 和你们 各位教友 为我祈求 上主 我们天主 愿全能的天主 催恋我们 说免我们的罪 使我们得到永生 阿们 上主求你垂怜 上主求你垂怜 基督求你垂怜 基督求你垂怜 上主求你垂怜 上主求你垂怜 请大家祈祷 全能永生的天主 你求你指引 使我们能以言行 配合你忍爱的计划 并使我们藏在你爱之的名下 解除封锁的果实 以上所求是靠你的词 我们的主天主耶稣基督 祂和你其圣神 永生永亡 阿们 攻读撒姆尔记上 那时候 达威对撒乌尔说 请我主心中 不必因那人而沮丧 你仆人要去同这 陪勒射特人决斗 撒乌尔对达威说 你不能去对抗 这陪勒射特人 同他决斗 因为你还年轻 而他从小 就是习于战斗的人 达威又接着说 上主从狮子和狗熊的 爪牙中拯救了我 也必从这 陪勒射特人的手中 拯救我 撒乌尔对达威说 你去吧 往上主与你同在 达威手里拿着棍子 从盒里 捡了五块光滑的石头 放在木桶 随身带的袋子内 手里拿着投石器 向那陪勒射特人走去 那陪勒射特人 也大摇大摆走进了达威 替他拿盾牌的人 在前面给他开路 那陪勒射特人瞪眼一看 见了达威就看不起他 因为达威还很年轻 面色红润 眉清目秀 那陪勒射特人对达威说 莫非我是一只狗 你竟拿棍子来对付我 达威回答说 你比一只狗还不如 那陪勒射特人就指着自己的神 诅咒达威 并且对达威说 你到我这里来 我要把你的肉 给空中的飞鸟和田野里的走兽吃 达威回答那陪勒射特人说 你仗着刀枪剑挤来对付我 但我是仗着你所凌辱的万军的上主 以色列军旅的天主的圣名来对付你 今天上主要把你交在我手中 我必定打死你 割下你的头来 今天我要把你的尸体和 陪勒射特军人的尸体 给空中的飞鸟和田间的走兽吃 这样普天下就要知道 以色列有天主 在场的众人也要知道 上主不仗赖刀枪而四人胜利 战争胜负只属于上主 他已把你们交在我们手中了 正当那陪勒射特人 开始大摇大摆走进达卫 达卫赶快由阵地跑出来 迎上那陪勒射特人 同时伸手从囊中取出一块石头 套在投石器上投过去 正打中那陪勒射特人的鹅 石头穿入鹅内 那人就倒在地上了 达卫虽然手无寸铁 只用投石器和石头 就战胜了那陪勒射特人 打中了他 将他杀死 达卫跑过去 踏在那陪勒射特人身上 从窍内拔出他的刀 杀了他 砍下了他的头 所有陪勒射特人 看见他们的英雄死了 就四散奔逃了 上主的圣言 感谢天主 我的磐石上主应受赞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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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训练我如何迎战 指导我从事战争 我的磐石上主应受赞颂 他是我的力量 我的堡垒 我的干城 我的九星 他是我的盾牌 我的避难所 他是万民都来归服我 我的弹石上主应受赞颂 天主 我要向你高唱新歌 谈着实贤琴 向你奏乐 我的弹石上主应受赞颂 你使君王获得了胜利 拯救了你的仆人 我的弹石上主 我的弹石上主应受赞颂 赞颂 赞颂主赞颂主 阿雷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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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米祝,三米祝,阿玛雅,阿玛雅,阿玛雅 三米祝,三米祝,阿玛雅,阿玛雅 愿主与你们同在,愿你的心灵同在,共度圣马尔谷福音,主愿光荣归于你。 那时候耶稣又进了会堂,在那里有一个人,他的一只手苦干了。 他们会看耶稣是否在安息日之后,那个人好去控告他。 耶稣对那一只手苦干了的人说,起来,站在中间。 又对他们说,在安息日,许可行善还是作恶呢?许可救命还是害命呢? 他们一声不响。 耶稣怒目,反视他们,因他们的心硬而悲伤。 就对那人说,伸出手来,他把手一伸,手就复原了。 巴利赛人出去,立刻便和黑洛的党人商讨,怎样陷害耶稣,好除掉他。 上主的圣言。 基督我们赞美你。 大家平安。 神平安。 有一个小孩子,他被妈妈很宠。 被妈妈宠他的。 可以说是被宠坏的。 他要吃饭的时候,妈妈还帮助他,为他吃饭。 他去,他上学的时候,到了学校。 中午他们要吃饭的时候, 老师把他们的食物放在他面前。 他看着他的食物,看着他的食物。 老师就跟他讲说,吃饭了。 他看着老师就说,老师,我今天忘记了带手。 他说他今天,他忘记了带手。 所以他需要别人的手帮助他,要吃这个食物。 然后,我把这个故事跟一些朋友分享。 我就觉得这个小朋友,他真的是很特别。 他有他自己的思考逻辑。 以后,那这位朋友,我跟他分享。 他说,对啊,他很特别。 但是他有废物的思考逻辑。 废物的思考逻辑。 他的思考逻辑跟别人是不一样。 但是我觉得这个是很小。 但是他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显示出这个小朋友很聪明。 在今天的福音,刚才我们所读的,我们所听到的。 是耶稣到一个会堂。 到了会堂的时候,就发现有一个人, 他的一只手是枯干的。 等于说,他失去了一只手。 那失去一只手是代表的是什么? 这个人就是不会做事的。 他不会心动的。 他不会心动。 所以这个人呢, 他应该是没有什么责任感。 他不需要动手。 他可能是隐藏在别人的背后。 别人在做什么事情的时候, 他就隐藏在别人的身后。 他不需要做事。 所以在今天的,耶稣就叫他说, 你站起来,到中间来。 你不要一直在别人的身后。 你要站起来,你要到中间。 你可以成为我们大家的中心。 你不是在边边的, 你是大家的中心。 我们可以看着你。 你要有勇气动自己的手。 所以耶稣就看着这个人, 把他带到中间。 以后呢,耶稣, 即使耶稣要治好他, 他站在后面的什么的也可以。 你动手吧, 他一个可以动的。 他是被动的。 他可以被动的被治愈。 但是呢, 耶稣邀请他这个人到中间, 要他主动的为他自己负一个责任。 所以耶稣就跟他说, 你站在中间。 以后呢, 耶稣就跟他讲, 你动手吧。 你伸出你的手吧。 他就开始伸出他的手。 他也可以不要伸出手。 他也可以继续这样的, 不要听话。 但是他做了一个决定, 听命。 做了一个决定, 要把他的手伸出来。 本来可能是一直这样的, 无法动的。 他决定把这个无法动的手, 要动起来, 他伸出来。 他一伸出来, 他的手就复原了。 就复原了。 所以在今天的耶稣治好这个人呢, 就是告诉他这个人, 你要对你自己的生命负起责任。 你不要隐藏自己在别人的身后, 不要完完全全的依靠别人。 要自己独立。 要自己行动。 然后, 耶稣叫这个人, 要学习, 扶起责任。 我们也是一样的, 在我们的, 过我们的生活, 我们一方面, 我们要依靠别人。 那这别人是谁? 是全能者, 那一位耶稣基督, 全能的天主。 我们需要天主的力量。 但是另外一方面, 我们也要对自己的生命, 要扶起责任。 我们要动身, 要动起来, 要自己行动。 为我们自己的生命, 要扶起责任。 现在让我们把今天的祈祷的一项, 一起奉献天主。 天主, 我们把今天的全部生命奉献给你。 请你指导我们的思想和言行, 使一切都增加你的光荣, 帮助福音的传播。 天主, 愿你以生存充满我们的心灵, 使我们今天的举止, 且以你的旨意为全身。 求你奉献我们全心, 全灵, 全意, 全力, 孝爱你。 我们决意, 把个人今天的一切苦乐, 成败, 奉献给你, 并愿把世界各地所举行的弥撒, 呈献给你, 为光荣你的生命, 并为拯救世人。 我们要效法圣主玛利亚, 及诸圣人圣女的榜样, 终身适够你。 天主, 请以你的宠爱沐浴我们的身心。 也求你生于我们的父母, 家人, 亲友, 及切恩人, 生于教会首长, 国家领袖, 及各级政府官员, 使他们依照你的旨意, 为众人服务。 全能永生的天主, 求你佩赐我们圣神的恩宠。 求你把神圈的安慰者圣神, 亲注于我们, 及切信友的心中。 求赐我们敬畏及宵爱之神。 阿们。 求赐我们聪明及刚义之神。 阿们。 求赐我们超见及明达之神。 阿们。 求赐我们最高的上智之神。 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 阿们。 请大家祈祷。 天主, 求你使一切信仰你的人, 卷起成见, 扫除障碍, 使基督的信仰在各处蓬勃发展。 求你使一切信仰徒走向同一步伐, 并使成为蒙受福音的同岸人民, 获得你的真命及生命。 我们把一切伤心人的意愿和希望交托在你手中, 并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为他们祈祷。 我们的天父, 愿你的名受显扬, 愿你的国来临, 愿你的旨意奉行在人间, 如同在天上。 求你今天传给我们日用的食粮, 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 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 不要让我们先诱惑, 担救我们免于羞恶。 阿们。 愿主与你们同在, 愿你的心里同在。 愿全能的天主, 圣父, 圣子及圣神降福你们。 阿们。 我们今天早上的圣道礼仪旅程, 你们去传报福音吧。 感谢天主。 我主耶稣是圣明月, 我主耶稣是火水, 却远凡和。 这谁, 主神明所到, 永远再不可。 难道永远再不可, 真正永远再不可? 难道永远再不可? 真正永远再不可? 反和, 这谁读证明所到 永远才不可